还有也感谢主今天晚上 小弟要来分享一些在信仰上的领悟 晚上正道的题目是 我的力量啊 我爱你 这个是大卫的诗 大卫他的一生非常的精彩 从小表现就很好 最后他被神拆派撒木尔 高立他为以色列的王 其实在他的心中的王是扫楼 他非常的钦佩 羡慕扫楼 也尊敬扫楼 因为扫楼也是神 所高立的以色列的 第一个国王 他本来是想他这一生 如果能够好好地来跟随在 扫楼王的身边 为扫楼王 也为以色列国做点事 他就心满意足了 但是因为扫楼王 他后来很多做法都变样了 特别是看到大卫的表现 以及神给大卫的赐福 他嫉妒大卫 所以后来我们看撒木尔记 就可以看到一连串的 都是扫楼王要除媚大卫 所以有相当长的篇幅 都在描述 大卫王如何逃避扫楼王的追杀 以及因着扫楼王而引起了 其他很多很多敌人 对他的迫害 对他的追杀 当他一观一观地过去 最后他真的成为以色列的王 而且不管是外邦的非利式人 外邦的这些外祖 或者是他们本国的这些对敌 最后多失败 所以他就非常的感谢 想念他的这一切 都是从神来的 当他思想这一切的时候 他做了诗篇第十八篇 其实诗篇第十八篇 这一篇的内容 原来就记载在撒木尔记下二十二篇 里头的内容百分之九十五是一样的 因为在记载 撒木尔记在记载大卫王的时候 最后大卫就用这一篇诗篇 来总结他对神的送债 对神的感谢 所以记载在撒木尔记下第二十二章 诗篇的作者 把很多人的诗集结起来的时候 也收纳了这一篇 在这一篇的第一节 他说 耶和华 你是我的力量 他说耶和华 我的力量啊 我爱你 有一次我在领会的时候 我特别提到这一段 说诗篇第十八篇第一节跟第二节 是小弟个人认为诗篇里头非常重要 而且非常优美的一段诗句 讲了那一段话以后 其实我有一段时间 又特别的来思考 这一段诗文 心中有不少的领悟 晚上跟大家分享 我们就来看诗篇第十八篇 诗篇第十八篇的第一节 耶和华 我的力量啊 我爱你 耶和华是我的岩石 我的山寨 我的救主 我的神 我的磐石 我所投靠的 他是我的盾牌 是拯救我的脚 是我的高台 我曾请教 懂希伯来文的 这个弟兄 我特别请教他 这一段圣经 用希伯来话怎么读 怎么练 他读给我听 我的领悟就有特别 虽然我意思就是这样 但是因为那个声调 那么那个弟兄 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那个启程 转和 那么你把它当成一个诗 有押韵的诗来听的时候 那种感受 又特别的深入 这里大卫 为什么做这一首诗 那么在小字 第十八篇 一开始的小字 已经做了说明 刚刚我也说了 是他脱离了一切 从底 和扫罗的手的日子 他就特别 向主 我们的神 耶和华 练了这一首诗 然后他的第一句话 第一句话 就文字来讲 非常的 平顺 但是就意义来讲 感情非常的深入 他说 主啊 我的力量 他说 主是我的力量 我爱你 我曾经跟我太太说 圣经里头有说 我爱你 她不相信 我就放给她看 以大卫说 我爱你 那么我看那个 注释 注释的诗 因为我不懂 希伯来文 希腊文 说 这里所所爱的 那个爱字 是用一个特别亲密的 特别自爱的 那个字眼 来描述 他跟 赐给他力量的 成为他力量的 这个主 说 我爱你 今天我们都应该 跟主说 主啊 我爱你 为什么他说 我爱你呢 为什么说 耶和华 我的力量啊 他在第二节说了 因为这是一首诗 所以他第二节呢 就用 他来描述说 他的力量 是来自哪里 我的力量 是来自哪里 所以在诗中 他用具体的事物 来描述 来形容 这个力量 是因着 这样子而 而来了 而且用具体的事物 以他日常 所接触的 他的一生当中 所接触的 一些事物 来形容他 那因为是诗 所以诗当中呢 有时候 有时候后面的 那一个词 它是在形容前面的 或者是在补充 或者是重复 我们当然 念了这首诗的时候 会大概知道 他在讲什么 但是有一点重复 我们如果看 我再推荐大家去看 就是现代文的译版 如果是现代文的译版的话 他就把它翻得更简类 从第二节里头 我们大概可以把它分成 他为什么说 耶和华 我的力量啊 我爱你 大概有三种境界 这三种境界呢 是他的 他一生当中 他所体悟的 第一种境界是 神是让我 倚靠的原始 是我的堡垒 就是第一句话讲的 耶和华 是我的原始 我的山寨 我的救主 我的山 这一句话在讲什么 在讲说 神是让我 倚靠的原始 在撒摩尔记 有非常多的地方 我们今天就不 一一个翻了 因为翻了就很发时间 都是提到 这个大卫 他在逃离的时候 他常常用 磐石 岩石 来形容 他所得到的 倚靠 因为岩石 是坚固的 是不可动摇的 所以他其实 是用岩石来说 这个是神 让我 有所倚靠 然后这里说 用了两个字 叫做山寨 那我们平常 看到这山寨的时候 我们也不太 到底山寨是什么 山寨 我们常常会误会说 山寨 我们看这个小说的时候 好像是 那些强盗 在深山里头 所建的 一个坚固的地方 没错 山寨就是 建立的一个 坚固的一个地方 所以 这个 现代文的中文版 把它翻成堡垒 如果用堡垒 更接近现代的语言 他说 神成为 能够 让我 倚靠的 岩石 可以让我 倚靠的堡垒 我在九月份的时候 去合肥 倚靠的 这个朋友 就发 要我一定要去 留民船的故居 结果坐车坐很久 坐了一个多钟头的 这个时间 才到留民船 的故居 那么因为留民船 是台湾的地任的巡抚 所以台湾人去了 大概都会倚靠你去 看一看留民船的故居 坐很久的车 那个故居 现在整理得很好 那么因为对台关系 这个留民船的故居 那是一个 要看的重点 那很大 那就可以看到 在一个非常非常 乡下的地方 建了一个庄严 那这个庄严呢 他当时是一个做官的人 在这之前 这个他跟李鸿章 那么跟乡军 曾国藩这边 他也算是半个军人 所以就可以看到 那个庄园里头 那个就是一个山寨 就是一个堡垒 就是不只是住的地方 住的地方呢 还要防止外来的侵入 所以很多建造的地方 都有设计 这个可以架 那时候已经有枪炮了 可以架枪的地方 然后都算得非常准 那个导游都跟我们讲 我非常准 在这个地方可以打到哪个地方 所以就是建了一个 一个堡垒 住起来安心 所以第一段 大卫在形容 为什么神是他的力量 是因为神成为他的依靠 他用岩石 用堡垒 用山寨来形容 那第二个呢 是说神是保护我的避难手 是这个我的盾牌 这个岩石跟这个山寨呢 是他可以依靠的地方 他在那个地方就得到安全 而且早就准备那个地方 是他一直可以在那个地方 生活栖息的地方 在那个地方 他就非常有安全感 因为后面那个力量 是护卫他的 是他可以去依靠的 当他有什么需要的时候 他是可以对他有所求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 如果他遭受攻击 外来的攻击的时候 那么呢 这个力量 这个力量 就是能够保护他 所以他用什么来形容 他用这个 我的盘石我所投靠的 那么这个诗呢 我的盘石我所投靠的 其实就是避难手 就是我可以投靠的 一个坚固的地方 就像我们小时候 还有防空洞 我是民国四十年出生的 二次大战已经结束了 但是我们乡下的家 后面就还有一个防空洞 那个防空洞 我们一直把它保留 可能在差不多三十年前 才把它去除掉 所以我们对防空洞 爸爸妈妈 阿公阿嬷常常跟我描述 当时美军来空袭的时候 他们当时是怎样子 来建造这个防空洞 然后当这个警报声的时候 全家人是怎样子 躲到这个防空洞里头 然后防空洞的门 那个地方是要怎么处理 我小时候还印象非常的深刻 所以他的第二段 是在讲说 神是一个 当他碰到困难的时候 的一个避难手 当他受到攻击的时候 的一个盾牌 这是第二个 这一首诗的 他所描述的第二个 第三个 第三段就是说 是拯救我的脚 是我的高台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就是说 他是我的救主 也就是说 即使在最最最危险的时候 我几乎是没有希望的时候 他会救我 这个脚的意思就是力量 圣经里头很多提到脚 提到脚 因为牛的脚 脚就是一个全身的力量 当他把它集中在一点的时候 那就是脚 那个脚会发生 会发出非常大的力量 所以圣经很多地方 谈到脚就是力量 所以他是 他是我的救主 他是会拯救我的 那个巨大的一个力量 然后是我的高台 高台是什么 高台就是高局取来的 安全的地方 高局取来的安全的地方 所以第三段是在讲说 神是我的救主 是拯救我的力量 是我的高台 是可以让我这个地方 得到安全的地方 这个是诗篇第十八篇 第一节跟第二节 那我们从这一段圣经 大概可以来体悟 感谢神 我们所敬拜的神 是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我们今天拜的神 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神 我们今天的这个信仰 从大卫的这一首诗 我们可以有更深入的一种体悟 这种大卫的体悟 是说这样的 他对神这样的一个相近 这样的信仰 神也这样子爱他 所以他也要爱神 所以这样的信仰是幸福的 也是我们应该要来追求的 我们应该要能够像大卫 这样讲 说主啊我爱你 所以从这刚刚提到说 他大概在第二节描述 用具体的输入来形容神给他的力量 以及成为他的力量的一种形容 大概可以把它分成三个 那我们大概可以这样子领悟 第一种力量是什么 为什么他会觉得有利 其实大卫讲这一段话的意思就是 我是软弱的 我是软弱的 但是因为有耶和华 有神 成为我的什么东西 所以我就变成是有力量的 我就变成不惧怕的 我就变成可以 在犯难中仍然得到 躲避 仍然得到安全 最后得胜的 这都是神所赐给我的 第一种力量 就是依靠的力量 他说神是我们的力量 因为祂是我们的依靠 我们来看圣经 菲律比书第四章 菲律比书第四章 第十三节 第四章 第十三节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保罗在提到 他已经学会了 如何来处各种的景况 最后他用一句话来结论 就是我所以能够这样 保罗的意思就是说 我所以能够这样 不是我比你们强 不是我就是这么能干 我就是这么厚然 我就是这么办 保罗是说 我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因为保罗前面讲说 我都会了 我都学会了 我都能够了 他说 但是要知道 我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所以这是一个倚靠的力量 因着你有倚靠 你的心中是倚靠的 你心中知道你所倚靠的是谁 所以你就很坦然 你就会有力量 这是大卫的第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就是平安的力量 大卫要告诉我们的 就是说 虽然我有所倚靠 但是我这个倚靠 不是就永远没事 我们常常把平安跟没事 平安没事 平安无事 连在一起 但是平安不见得就没事 就是有事 还平安 才是真平安 所以第二种 会成为他的力量 而且他觉得说 主是我的力量 是因为主给他的是一种平安的力量 所谓平安的力量就是 即使有患难 为什么需要避难所 一定是有危险 才需要躲到避难所 为什么需要有盾牌 就是因为有人攻击过来 我才需要有盾牌去保护我 不让他的攻击得逞 所以不管是盾牌 不管是避难所 这种镜像就是 你有 你糟糕了 有困难了 有患难了 有不能解决的事情了 但是他依然有力量 这就是一种平安的力量 就是即使在患难当中 仍然是喜乐的 患难当中仍然是平安的 当然因为前面他依靠 第二个神也让他平安 这种平安有两个层面 一种层面就是说 在外在的事物化解的平安 意外的平安 另外一种就是说 外面的事物即使还没有化解的 但是心灵是平安的 因为他知道 一切都是神在安排 神让我遭遇这样的一个患难 他保护我 但是依然要让我去应付这些事情 他当中一定有神的什么样的意识 要我学习 我们来看四篇四十六篇 四篇四十六篇的第一节 这里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我们已经谈过避难所 我们谈过 因着有避难所 然后让我们有力量 而不是就贪软了 就不知所措了 就失落了 就跌倒了 这一段圣经里头 特别宝贵的是最后这句话 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是一个帮助 而这个帮助有两个前提 为什么需要帮助 是因为患难 这个帮助特别可贵的 就是随时 随时就是任何时刻 任何时刻需要的时候 神都会帮助我们 这就是平安 即使外在的事情 还没有完全解决的时候 但是在心灵上 仍然是平安的 因为相信神一定会帮我做主 这个我想是大卫想表达的 这种平安的力量 第三个是盼望的力量 当他最后说 他是我拯救的脚 其实这句话是最严重的 就是说需要动用到拯救的脚 就是他几乎要死了 几乎要死才需要拯救 即使要死了 但是有一个力量来 这个拯救的脚 就不是大卫自己的力量 是神的力量 当有必要的时候 神就出手了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盼望的力量 因着他相信 最后一定有拯救的脚 会来 这是不晓得什么时候 不晓得我要受多大的苦 我要尽多大的力的时候 才会来 但是他相信 这样拯救的脚必然来 这种盼望 就让他伸出力量 即使已经快趴到地上了 一想到拯救的脚就要来了 他又爬起来 好几次大卫都是这样子 已经快被打趴了 只有逃 一群人散散散散散散散 已经散到剩下一队人了 就要被打趴的时候 但是他相信 神是站在他这边的 这种拯救的脚 他的体悟特别的 这是什么 这是盼望的力量 所以我们从 简单的这个诗篇里面 我们从大卫的这个形容 我们可以归纳说 他所以说 耶和华我的力量啊 我爱你 他提到三种力量 一种力量 是依靠的力量 第二种力量 是平安的力量 第三种力量 是盼望的力量 有关于盼望的力量 我们来看 罗马书十五章 罗马书十五章 十三节 十五章十三节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 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 充满你们的心 使你们借着圣灵的人力 大有盼望 保罗在这里呢 他前面就谈到盼望 神给我们盼望 那这个盼望从而来 从信而来 然后这个盼望的 这种缺句是什么 平安喜乐 他说 因信就将诸般的平安喜乐 充满在我们的心 这就是一个 要让我们有盼望的神 神是让我们有盼望的神 他的方法 他的方法就是 人只要做一件事情 叫做信 然后因信以后 神就让我们有喜乐跟平安 那这个喜乐跟平安呢 就让我们有盼望 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 体悟到了 就会相信 神最后要应允我们的事情 但是保罗在这个地方 又特别提到一件事 对我们非常重要 就是圣灵 就是这种盼望 这种盼望 其实人有时候很难坚持的 如果神让我们一生 都是非常顺利 有时候我们反而忘掉神 如果神让我们 真的是碰到非常大的困难 我们也可能跌倒了 因为靠我们自己 是没办法的 所以保罗在这里 才特别提到说 神给我们就是 借着圣灵的人力 让我们大有盼望 因为圣灵的人力 才让我们不至于跌倒 圣灵的人力 让我们知道 应该跟神要怎样的连结 应该要跟神怎样的付求 圣灵代替我们祷告 所以让我们这个盼望 不至于失落 以下我要跟弟兄姐妹 来勉励三点 这三点 是跟大家分享 勉励我自己 我们大家一起来勉励 当我们看完了这一首诗以后 第一个 大卫在描述 耶和华 我的力量啊 我爱你 他提到了 第一点很重要的 就是倚靠的力量 因此倚靠 我们才能得到力量 如果我们减少 或者是说 没有倚靠神的心 或者是倚靠神的心志 是软弱的 是很淡的 这种力量是出不来的 所以第一 我们要求主 让我们能够建立 倚靠主的信仰的根基 信仰的根基 就是倚靠主 我们要建立 当我们信主以后 我们查考道理 神爱我们 让我们能够进入教会 在正耶稣教会受洗 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其实我们要 要学的第一件事情 要学的第一件事情 是在心智上 是倚靠主的 什么事情都倚靠主的 多想 我背后 就是一片岩石 我可以躺在那个地方 我可以躺在里面 不管外面 风风雨雨 这个盘石是让我倚靠的 它是一个堡垒 它是一个堡垒 当我们在主的里头 它是一个堡垒 主自然会替我们做主 这种打从内心去 倚靠主的这种心智 是信主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要求主 让我们能够建立这种 倚靠主的信仰的根基 人生永远是个苦海 圣经说 这个世界没救了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败坏了 这个世界有太多我们 让我们很不满意的地方 恶人得势 善人反而被压榨 很多不公平的地方 这是这个世界 因为这个世界是一个败坏的世界 我们的盼望在未来 但是今天我们仍然在这个世界 所以说这个世界是一个苦的地方 是一个充满患难的地方 但是我们还是要在这里 如果我们没有倚靠主 这种心智 那我们就白信主 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要把一切都交托给主 因为祂是慈爱的主 祂是无所不忍的神 耶稣来到世界的时候 在马可福音第四章 我们看到祂行了一件神迹 就是祂叫那个风跟海平静 那一天祂讲完道 众人拥挤 然后耶稣想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然后门徒就把众人 叫众人离开了 然后他们就上船 要到对岸去 因为耶稣说 我们离开这里 这里该讲的都已经讲了 该醒的都已经醒了 然后当他们上船的时候 他们去处理群众 上船的时候 耶稣已经在船里头了 所以他们就开船 他们这几个门徒 都是开船的高手 彼得在 耶汉在 安德烈在 都是开船的高手 都是开船的高手 所以他们就开船往对岸去 到对岸的时候 耶稣他很安然的就在船船里面 圣经还特别说他枕着枕头在那边睡觉可能也累了 但是他办当中的时候就起了风浪 而且那个风浪非常的大 连这些平常开船捕鱼的这些人手都害怕了 因为看来呢 圣经描述说 那个浪就打到船里头 已经进了 进了这个船 那这个船 可能会 如果不处理会沉下去 这个时候呢 他们就赶快 他们知道 他们就赶快去把耶稣要醒 把耶稣要醒 虽然他们是 他们是开船的这个人手 但是他们跟随耶稣 已经一段时间了 他们就知道 在这个时刻 我有一个依靠 我有一个依靠 那个依靠 你不要看他现在在睡觉 他现在在睡觉 我去邀请他 我们圣经说 他们就去叫醒耶稣 把耶稣叫起来 耶稣是神 耶稣当然知道这时候的一切 但是耶稣就很安详地在那边睡觉 把他邀请 耶稣起来 命令这个风跟海都平静 所以众人都非常的压抑 因为他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神 所以圣经最后的结论说 众人都非常的压抑 因为连风跟海都听他的 这就是我们所相信的神 这就是我们所相信的神 马太福音说 凡劳苦丹中担的人 我们都是劳苦丹中担的人 世界上的人都是劳苦丹中担的人 这句话不是指向木道朋友说的 其实我们信主呢 我们还是劳苦丹中担的 因为在世界上 我们就是一生要劳苦丹中担 有很多的事情是要我们去担的 我们去处理的 我们去面对的 不是说信主以后 我们就不用 就不会再有这些劳苦中担 他说但是你们到我这里来 我要让你们得安息 我要让你们得安息 让你们能够把这个担子 写下来 我们还是会有担子 但是这个担子可以写下来 我们还是有担子 但是这个担子的神 愿意替我们扛 让我们得安息 不是说你就没有担子了 我们有担子 但是那个担子可以放在一边 或者这个担子是主帮我们扛的 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 我们再来看一下 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 凡老苦当中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是他们的安息 我心里如何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 我的担子是清醒的 我们有很多的担子要担 但是如果在主里头 主说我的担子是清醒的 不是没有担 但是担起来是清醒的 这里头特别用了一个名词 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 常常忽略了这四个字 但这四个字是非常重要的 叫做柔和谦卑 主说你们会有重担 但是在我里面 你们会得到安息 得到休息 在我里面 在我里头 你们的担子就变成清醒了 他说要怎么做呢 他说你们要学我的样式 我的样式是什么呢 他说我心里 柔和谦卑 你们当父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柔和谦卑 我年轻的时候 读这一段圣经 非常不了解 就是这个担子变成清醒 或者这个担子 由神来帮我们承担了 为什么是要像神那样子 叫做柔和谦卑 好像柔和谦卑 跟这一件事情不搭嘎 到底是什么 是什么样的一个讲法呢 主到底要我们学什么呢 但是后来我懂 我们常常像雅各 我们信主了 我们信主了 但是我们有很多的需要 我们都跟神求 我们都求主 给我们怎么样子 但是我们没有柔和谦卑 它是什么意思呢 柔和的相反词叫什么 柔和的相反词就是刚义 谦卑的相反词是什么 谦卑的相反词叫做骄傲 我们为什么一直还有很多的担子 担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都忧郁 这个世界上真的 太多事情可以让我们忧郁 让我们烦恼 让我们忧愁 让我们觉得受不了 当我们相反词求的时候 我们都求主啊 你把这一切都让他离开 我如果能够怎么样 我就不会怎么样 我如果怎么样 我就会怎么样 在主看来 在主看来 这个就是没有柔和谦卑 我们就是依然 还是用我们自己的意思 我们只求自己的意思 按照自己的主见 按照自己的主见 很刚硬的 非得按照我的意思做不行 不然我就抱怨 不然我就觉得别人对不起我 不然我就是没办法解决问题 主啊 你就是没有给我这一百万 所以我才会有今天嘛 你如果给我一百万的话 这一切我都 全部都解决了 但是主不会给你一百万 有一天主可能给你一千万 但是不是现在 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不是依照你的意思 所以耶稣说 你们要如何谦卑 学我的样式 就是你们不要刚硬 你们不要只有自己的意思 虽然表面就说 主啊 我交偷给你了 但是所谓交偷给主的意思就是说 主啊 你照我的意思做吧 这就不是交偷 所以要如何 什么是骄傲 就是总觉得我做的才对 我做的才对 都是别人对不起我 都是别人没做好 都是别人 我的就是了 这个就是骄傲 耶稣说你们要如何谦卑 你们要把心中那种 只想自己没有别人的放下 你们要把这种 自以为是的一些思维拿掉 你的担子就放下去了 我们好好来思想 耶稣的这一段话 有一个故事 很多人在讲道的时候 也常常提到 但是值得再说 所以有一个阿伯 年纪蛮大的 他就是可能要去 在乡下 然后挑了一个担子 然后挑得很辛苦 因为年纪也大 担子也做 做得很辛苦 刚好旁边 后来呢 有一辆这个小卡 小货卡 小货卡 过来看到这个阿伯 挑了个担子 做得很辛苦 就说阿伯 我刚好问他去哪里 他说去哪里 他说我刚好顺路 那我载你一程 阿伯非常地高兴 就上了 这个小货卡的后面 这个小货车 就上去 一直感谢 但是那个司机 开了一段路以后 从那个后行去一看 就停下来 跟阿伯说 阿伯啊 你已经在车上了 你为什么还把担子 放在你的肩膀呢 已经在车上了 但是这阿伯呢 他是上车了 他是很感谢 他是很感谢 但是呢 这个 叫他辛苦的是这个担子 走路对他来讲 可能还容易 是这个担子 他即使已经在车上了 他仍然把这个担子 担在他的肩膀上 他才说对 这个我就放下来 太轻松了 我们跟神的关系 也是这样 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 我们都会面对 但是 神说到我这里来 我要让你们清醒 他是我们倚靠的主 他是无所不能的 我们一定要相信 这种 这种 这种倚靠的这个力量 就是把担子卸下去 也就是这个 我们来看四篇五十五篇 四篇五十五篇 的二十二节 我要把你的重担 你要把你的重担 卸给主耶和华 他必抚养你 他永不叫义人动摇 要把你的重担 卸给神 彼得也说 我们要把我们的忧愁 卸给神 那怎么卸呢 心中如何谦卑 心中不要再 一直是自己的意思 心中要仰望神 心中要有倚靠的心 就说 既然他是我的主 主啊 我就交给你 而且是情愿地交给你 而且不是在货卡上 还自己就天天把这一个重担 放在自己的肩膀上 就卸给神吧 第二 小弟要勉励大家的是 我们要相信 凡事都有神的美意 神是我们风雨中的避难手 大卫说 他的力量 是因为神给他平安的力量 因为神是他的避难手 神是他的盾牌 代表的就是 他会受攻击 他会碰到困难 他有患难 但是他相信 他相信 神会替他准备 而且坚定不移 我们来看耶利米苏29章 耶利米苏29章11节 29章11节 主耶和华说 我知道 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 是 是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要叫你们 莫获有指望 这个是 神要耶利米苏29章11节 先知说的 他说 我要你们知道 你们要相信 不管你们碰到什么事情 因为事情有先后 都还没有到最后末了 人一定有患难 他说 你们要相信 神的意念是美的 神的意念是好的 神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如果我们相信 有这样的追求 而且打从心里头 这样子相信 主会解决我们很多问题 我们的力量就会出来 我们就会相信 神在我们需要的时候 他会成为我们的避难所 即使有风有雨 神必然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 这就是耶稣说的 我要赐平安给你们 这个平安 是跟其他人说的平安不一样的 你们没有忧愁 没有惧怕 第三 要跟弟兄姐妹 大家来互相勉励的是 我们要建立不怀疑的信心 没有绝望 只有盼望 大卫所领受的认为 他从神来的那个力量 是一种盼望的力量 因着盼望 所以他就有力量 他就可以坚持到最后 他所以能够坚持到最后 是因为有盼望 他没有绝望 我知道 我们有弟兄姐妹 不管有的是在肉体上 有的是在精神上 受很多的苦 有人是在工作上 受很多的阻碍 碰到很多的困难 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 但是主要告诉我们 主是平安 意恋的主 祂不是降灾祸的主 我们要向祂求告 而且没有绝望的事情 就神来讲 神不要叫我 就我们一个信主的人 没有绝望 因为神给我们的是盼望 在路加福音第七章 我就不读了 我们都知道 那里拿阴城的寡妇 拿阴城的寡妇 寡妇 独生子死了 圣经特别描写 众人陪伴他 跟他一起哭 因为就这个寡妇来讲 还有什么比这个事情 更绝望的事吗 但是耶稣来了 耶稣就叫他这个毒子 复活了 圣经说 全程的人 都归荣耀给神 即使在最绝望的时候 如果耶稣来了 祂就给我们盼望 救我们脱离 耶稣不见得 每一件事情 都让我们一百分 都让我们 我们的困难 都把我们解释了一干二净 没有这种事 因为 神要让我们去经历各种的训练 经历各种的事物 但是 因着对神的关系的不一样 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对神的关系的差异 就会分出那个差别来 就有人就是平安 有人就是不平安 有人就是有盼望 最后真的得到他的盼望 有人就是绝望 而且就真的绝望 这种 如果我们有这种盼望的力量 这种盼望的力量 就是永不怀疑的信心 有这种永不怀疑的信心 我们就会 因着信 看到很多事情的好处 即使在患难当中 仍然看到很多事情的好处 而不是只看到那个阴暗的 让我们跌倒的 这些迎头而来的事情 我常常举一个例子 保罗 写菲利比书的时候 人是被关在军律里头 但是我们就看 菲利比书第一章 保罗是怎么讲的 他说我在监狱里头 但是感谢主 因为我在监狱里头 他就描写两件事情 他说我在监狱里头 表面上是我受苦 真的是受苦 他不应该受得苦 但是呢 却让我有机会 可以跟这些在 这个跟总督 看守 护卫总督的这些 军人们来传福音 就因为我在监狱里头 是我受苦 但是保罗说 我却看到 因着我在监狱里头 所以在监狱外面的你们 就更加的迫切 因着保罗被关 他们在外面就更加的努力 更加的有力 更加的迫切 去把福音传扬出去 他为这个事情感谢神 这是什么 这个就是 即使在困境 在非常绝望当中 保罗被关 不是那么轻松的事 那个是生死之间的事情 一个判决就死了 但是他看到的是好处 神的力量 因着他的信靠 因着他永远怀抱 盼望 所得到的力量 他就看到好处 总是看到好处 总是看到曙光 总是看到还有可以努力的 总是看到主要我做的是什么 我们来看雅各书第一章 雅各书第一章第六节 第一章第六节 只要凭着信心求 一点不疑惑 因为那疑惑的人 就像海中的泼浪 被风吹动翻腾 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 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 我们要学大卫怀抱着爱主的心 感恋主的赏赐 怀抱着这种盼望的 从盼望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力量 当中的关键就是 对主有永不怀疑 永不疑惑的信心 有一次我到总会去 跟专职的同工 灵修会的时候 谈到信仰 有同工问我说 如果只能够用一个词 来描述我们对信仰的追求 我会用什么词 我给他们的两个字叫做欢喜 叫做欢喜 我们要追求离开道理的 离开道理的开端 我们当然要了解圣经 神所教导我们的 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做 但是当我们了解这些 当我们在做这些的时候 其实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的信仰到底是什么 我们跟神的关系 应该是欢喜的关系 是欢喜的 我们如果是 我们的信仰都是欢喜的 我们跟神之间是欢喜 我们是爱祂 祂是爱我们的 我们对祂的事情都是欢喜的 祂讲的话我们都是欢喜 接受的 祂要我们做的事情 我们都欢喜去做的 我们看到的每一个 我们都是欢喜去祝福别人的 这样的信仰是神要我们追求的信仰 我们的信仰本来就应该如此 欢喜 至于对圣经的理解这些 当然是 不然我们就走错了 但是不能够只在知识上 知识上理解 而是要在心态上 在信仰上是欢喜的 我们爱什么 我们都会说我们爱神 但今天晚上我们来思想保罗 那个大卫 他很刺白的就直接讲 我们我爱你这三个字 我们很少讲的 我们很少讲的 我们要跟神讲 主啊我爱你 我的力量啊我爱你 我们敢讲这一句话 主就真的爱我们 因为我们爱祂 祂就爱我们 晚上跟大家互相勉励 我们再一起来唱诗 381首 互相差 1.6 2.5 9.6 103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